上次给各位分享了我个人认为应该被称为PPO3的全新功能Curve Shaper 第一期制作出来后获得了还不错的反响 那么这一次很荣幸获得来自微星MSI的支持 我拿到的这两款全新推出的主板 那就是APG S870 1 Carbon Wi-Fi以及MAG S870 Combo Wi-Fi 于是这一次来给各位好好分享微星AMD主板应该如何设置Curve Shaper的教程 以及大家期盼已久的游戏体验对比 那么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关于Curve Shaper这一个新功能的特性以及相关的操作与设置逻辑 在之前的这期节目里就给各位详细说明过了 还没看过的朋友强烈建议先去看完这一期 这有助于理解Curve Shaper的设置思路 而在我给各位分享有关的教程之前 先来给各位简单介绍本期节目的这两款主板 先来看看这一块MAG S870 Combo Wi-Fi 战斧 搭载了AMD S870 芯片组 采用了全黑配色的外形设计 供电设计采用了14加2加1箱设计 每箱供电能力80A 主板本身一共给到了4个M.2插槽 其中有两个为CPU直连通道的PCIe 5.0 x 4 并且每块M.2插槽也都配备了散热装甲 除了M.2插槽以外 也给到了3条全长层16的PCIe扩展槽 而最上方的这一条加固的插槽自然就是支持PCIe 5.0 x 16 同时还自带显卡捷一拆装按钮的设计 另外得利于使用S870芯片组 后置IO接口也非常丰富 一共有12个USB接口 其中更有两个是支持40G的USB4接口 比起常规的S870主板更有优势一些 此外也少不了WiFi系无线网络以及5G的有线网络 网络连接性能也绝对是能满足目前的需求 其他像是舒适、DebugLED等功能也是首次下放到TOMAHO战斧系列的主板上 总的来说MAG S870TOMAHO Wi-Fi 算是在多数S870主板选择上有着非常不错的优势 而接下来这一块主板更是更加豪华了 来自微星的MPG S870E Carbon Wi-Fi 因为芯片组采用了旗舰级的S870E 扩展性能上线也明显拉高了许多 同时外观设计更加的一体化 除了整体装甲更加的豪华以外 在L装甲以及第一块M.2装甲上还搭载了ARGB光效 颜值整个拉满 虽然同样是支持4个M.2插槽 但所有M.2插槽均为免螺丝的解忆拆装设计 这部分的体液可以说是获得极大的提升 当然包括了显卡解忆拆装按钮也是少不了的 MPG S870E Carbon Wi-Fi 采用了8层PCB设计 供电能力升级到18加2加异项设计 而在后置IO接口的部分就明显更加豪华了 一共是给到13个高速USB接口 同样也是提供了2个40G的USB4接口 网络功能则是给到WiFi系无线网络 以及2.5G加5G双路有线网络接口的设计 使用范围就更广了一些 另外除了BIO FlexPay以及CMOR重置按钮以外 还给到了一个Smart Button 可以在BIOS内设置该按钮的功能 MPG S870E Carbon Wi-Fi也同样是获得了定位升级的一款主板 属于是在AMD S870E芯片组能给到的扩展性与功能性里 都尽可能将之做到最平衡化 因此确实是没什么明显的短板 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微星加的主板 那就是内周超频功能 我必须成论微星的主板的确是我所接触的众多主板里 而内周超频最省心最无脑的 我只需要启用微星自家的Mainman Tri-E功能 再搭配上High Efficiency Mode 就能够轻松的给内存进行超频 即便是我单纯的压低时序都好 效果都极其的明显 的确是喜欢折腾内存超频的最佳主板选择了 而接下来有关Cut Shaper的设置教程 我都会采用这一块MPG S870E Carbon Wi-Fi来进行 另外也因为这次的调试测试会以游戏体验来进行 而同时也方便给更多不同处理器的用户参考 除了一期我则是选择了AMD Ryzen 7 970B S 至于为何不易用9800X3D 大家也别心急 下一期就会用它了 这是平台的其他硬件配置与测速环境等路途显示 如果开始本期节目的教程 首先在进入主板BIOS内后 可以通过F7按钮切换到高级模式 接着往下进入到Overclocking的菜单中 然后进入到Advanced CPU Complication的直选项中 选择第一个AMD Overclocking进入 再进入到第一个Position Boost Overdrive里头 接着切换Position Boost Overdrive内的选项为Advanced 然后切换PBO Limits内的选项为Mutterboard 易为交由给主板来设定PBO的PPT、TTC以及ETC值 当然如果你想要自行手动输入也不是不行 但一般只需要让主板自行设定即可 紧接着在Position Boost Overdrive Skelet Control中切换成Manual 再调整Scalet值为X10 然后就是开启CPU Boost Core Override 一般都会推荐使用加100MHz或加200MHz 加100MHz多数是比较适合单CCD的处理器 而加200MHz多数更适合双CCD的处理器 由于这次的测试是使用Ryzen 7 9700X 因此我这里就设置成加100MHz 当然并非要依照我的思路 你也可以投铁的无脑设置加200MHz 只是如果出现不稳定或重启 那么可以试着加200MHz改为加100MHz 基本上到这里就完成了标准的手动PBO设置 那么接下来就能够进入到Curt Shaper的设置中了 而在进行Curt Shaper设置之前 记得先去检查Curt Optimizer内是否进行了手动设置了 避免之后额外设置Curt Shaper出现不稳定时机的状况 最后我们就能够进入到最下方的Curt Shaper内进行设置了 这边里头就和我第一期内所说的组合排列基本一致 一共是以5组频率段搭配3组温度来做组合合计15组设置 设置方式也是将需要调整的组别从Auto切换到Enable 然后选择你需要Positive加压还是Negative-负压 最后进行输入值填写即可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输入值部分 微信主板的设置上界是到30 因此存在与不同主板输入值不相匹配无法完全照操的情况 当时和各位分享完微信主板Curt Shaper设置交扯 这回就来给各位分享在启用Curt Shaper设置后 对比Curt Optimizer以及单纯手动开启PBO的游戏性人对比 在经过我不断的测试调整后 这颗9700X最佳的Curt Optimizer设置为全核心-20 而在Curt Shaper中的设置则是在高频率中温度 和最高频率中温度中设置为-25 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次的游戏测试我只选择了CS2 赛博朋克2077以及黑神话悟空三款自带benchmark模式的游戏来进行测试 在CS2中可以看到PBO2模式的最终增速表现比起Curt Shaper稍好一些 千万到赛博朋克2077中则有所不同 Curt Shaper设置的表现相比起PBO2Curt Optimizer越高一些 最后是黑神话悟空 Curt Shaper模式与PBO2Curt Optimizer模式的表现基本一致 虽然测试的游戏数量只有三个 但从这里就不能看出不论是Curt Shaper还是PBO2Curt Optimizer 两者的设置对于游戏性能表现来说没有明显的差异 不过单纯对比手动仅开启PBO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游戏性能提升幅度 当然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只是这样就不够有趣了 得利于上一期获得了不错的防响 不少霸佬们也分享了他们使用Curt Shaper的心得 从中我也一并学习了不少 于是这回我也来和各位分享一招 那就是结合PBO2Curt Optimizer与Curt Shaper一同设置的教程 在进行游戏测试之前我就说过了 我这颗9700X在PBO2Curt Optimizer设置中 只能设置在-20才能稳定使用 低于-20就会出现不稳定的问题 这就是我第一期科普Curt Optimizer的缺陷时所提到的现象 那就是为了迁就低负载场景下的稳定性 Curt Optimizer往往只能设置相对较为安全的负压值 而这个问题其实是能够通过Curt Shaper加压来进行预补的 为了测试最终效果我将PBO2Curt Optimizer进一步设置成全核心-30 然后再进入到Curt Shaper里头 单纯设置高频率低温度 高频率中温度 最高频率低温度 以及最高频率中温度四支组合 都设置成Positive加压 而高频率低温度和最高频率低温度设置为加10 而高频率中温度和最高频率中温度 则设置为加5 以确保低负载场景下 处理器的DH线不会过低而导致不稳定的问题 测试好之后再度进行三款游戏的测试 可以发现相比起单独设置Curt Shaper或Curt Optimizer 这两种设置搭配下的效果才是最理想的 当然唯独黑神话悟空依旧是众生平等 总结这次的测试结果 从上述几个测试中可以发现 Curt Shaper的设置自由度其实非常之高 它不仅仅只有自身的15组组合可以设置 也能够搭配个Optimizer进行设置配合 达到更加理想的效果 只不过这样一来设置的复杂程度就更加的高了 如果玩家自己没理清楚设置的思路与方向 那么的确不介意使用混合设置的方式 当然如果追求所谓的稳定 那么的确全auto最理想 但这样就显得无趣了不是吗 自由的调式创造时不一样的效果 那不就是PCDIY的精神吗 至少我觉得Curt Shaper让我玩到挺过瘾的 但目前我都觉得还有很多内容可以继续深挖 而更多的分享我会留在下一期 再与各位细细品位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且留言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